平川说电竞天天亮目说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人寿大战 对阵双方分别是人族TH000以及兽主FOX4 简而言之就是人寿大战 希望大家喜欢 好首先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是EI 出生在地图 右边的是蓝色的人族选手TH000 他对手出生在地图的左边 红色的兽族选手FOX4 好为什么要做这场比赛 因为本场比赛是今年WCG小组赛的一场比赛 虽说今年WCGTH000的成绩并不好 但是有一些比赛确实也是打得非常的不错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兽族FOX4这边首发的是先知 单地洞直接跳本 打得非常的极限这个科技 我们看一下这边 人族首发的是大法师 家里的话造第三个房子 看看要不要补一个圣塔 好 Focus这边这个苦工早早的派过来 过来侦查一下 看一下人族会不会开矿 两个人不期而遇 是不是要相互的问候一下 好大法师走出了祭坛 我们看一下第一时间选择那里 练哪个点呢 家里民兵好像也没有敲 没有敲的话 双方过来前击交证一下 农民居然偷了一个黄皮 那大法师追着这个黄皮来砍 目前现在这个节奏 黄皮很容易被击杀 好先知走出祭坛 直接往人族家里跑去 那现在弹子赶紧补一个塔 人族直接补造兵营 哇这个科技升得非常非常的快啊 不怕对方来这个拆地洞嘛 好两头狼招出来 直接开始在人族家里杀农民 这里就比拼双方这个细节操作 另外一边大法师还在这个黄皮 一周迷藏黄皮却兰 哎呦大法师没有操作了 你黄皮还在各种上啊 直接送给大法师了 好这一波的话 先知啊 先知也是杀了一两个农民的还不错 这边大法师 大法师看一下 现在是一级半 离二级还是有点小距离 那双方前期这个相互摩萨啊 比拼的就是一些细节和操作 从前面这个细节操作来说 福克斯应对的算是还是不错啊 一方面啊 一直在烧了人族不让人族练几 另外一方面先知这个血 保存的也非常的不错 哎 但总这边有点不讲道理啊 直接冥冰敲出来练分框 那这边先知赶过来吗 两个步兵一直管着先知 那这一波炼完的话 哎看一下抢一下这个五级怪 好先把这个三级怪打掉 三级怪打掉 大法师成功升到了二级 好狼先过来咬一下大法师 但是狼这个攻击实在是太少了 好另外一边 福克斯在买两个雇佣兵 那这边不跟他抢了 现在先知啊血量有点低 好这个装备掉了一个 贵族投火 哇 这弹总直接在你面前开分框 但另外这一边 兽族二本已经升好了 造了一个兽篮 双兽篮 难道要说出飞龙吗 好 兽族这边啊 发一个那家 发那家啊 现在 弹总啊 步兵数量有点多 虽说啊 兽族升到了二本 但是 在步兵这个牵制下 兽族还没有时间啊 第一时间过来去阻止这个弹总开分框 这开分框啊 真的开得这么容易的吗 好大法师大法师 哦大法师被那家减限速啊 有点危险 感觉这一波人组非常的危险啊 那家那家走位小心一点 给那家那家这样摸来摸去也很危险哦 好 黄皮黄皮黄皮再操作一下 黄皮给自己的英雄奶雪 在这自己阵亡了呀 有点伤 那家赶紧往后拉扯一下 看一下家里这边 哦 真的要出飞龙了 真的要出飞龙了 那这一波打完的话 感觉兽族有点有点盛世啊 人族分框只有一个盛塔 主框也只有一个盛塔 这非容易出来 这人族农民怎么办 好 那家 哎呦 那家这个走位有点飘忽 不定直接被带走了 这一波那家的走位有点迷 有点迷 好 现在先知一级先知该干嘛呢 继续和对方各种纠缠 那现在 蛋总还在意识到什么 分框补一个塔 看一下竹框 竹框赶紧造法木场 这边一个飞龙 已经造的差不多 一个已经造好了 另外一个飞龙还在建造刀中 双兽兰 抱飞龙 直接跳科技 这一局蛋总 赶紧买雇佣兵协防一下 哦 这边再一次啊 对着再一次啊 再贴着脸来练一下这个点 直接不怕先知过来骚扰 反正先知等级有点低啊 先知差 七点金升到二级 这先知要是有闪电练就好练 抢怪也非常的方便 然后练完这一波 大法师成功升到了三级 这 买两个雇佣兵 加上这个二级水元素 飞龙还真拿它没办法 你敢信 果然啊 飞龙这个兵种 真的是容错性太差 要是胎命点抓得好 那飞龙可以打得非常不错的效果 但胎命点只要 对方稍微一针对一下 飞龙这个兵种 就非常非常的废 好 现在飞龙啊 直接有两个飞龙 两个飞龙的话 再处理一下这个步兵 先知终于升到二级 接下来啊 兽族要来一波非常强势的进攻 这个时候 人族分框 补一个箭塔 箭塔马上升好 主框也补一个箭塔 非常非常针对 同时目前啊 弹总主要依靠的 还是这个雇佣兵 雇佣兵买起来 一小泥龙 一个减速啊 先知赶紧贴个加速 好 飞龙上述啊 通过这个通过这个各种操作 来点一下这边的步兵 现在有三个飞龙 这个飞龙数量有点慢啊 好 四个 四个飞龙 哦 兽族还想过来造塔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一波打得非常针对啊 飞龙吸引你的注意力 然后这边塔造起来 但是你这个塔造的也有点远 他也不想正面造 怕对方直接冥兵敲出来 好 那就偷偷造一个塔 以自己的塔为中心啊 慢慢推进 但是飞龙啊 飞龙实在是太废了 遇到对方这个二级水元素 二级水元素打飞龙 真的是效果太好了 好 一步之步绝啊 一个飞龙就点掉了 那步兵加上这个水元素 开始击杀这个纳架 纳架非常无奈啊 直接叫TP 这边飞龙又被带走一个 三级水元素打飞龙 真的是打得太修复了 好 步兵一出来 哎 这两个是什么违章建筑 这两个是什么违章建筑 应该有一个 应该有一个印象看到了啊 看一下大法师 连完这一步啊 升到了四级 四级大法师 五级胖子 看能不能掉一个好装备出来 好 掉了一个吼叫卷轴 飞龙现在攒了半天 只有两个啊 刚才好像阵亡了两到三个 现在加了一开始 转狼旗 转狼旗了 感觉飞龙还是有点废 好 前线的话 造了两个塔 再造一个兵营 接下来想出这个投石车来砸 就欺负这个人组啊 没有奥本 是吧 出不了小炮 好 顶顿步兵啊 加上二级水元素 人这个打的兽足 确实有点难受 那兽足想靠自己的两个塔 为自己稍微的掩护一下 另外一边 狼旗 有狼旗这个集结点稍微设置的 有点粗糙了 不得不说啊 佛格斯确实厉害 但是每次遇到弹总 总是被弹总给牵制 感觉这是人优势啊 不是种族优势 哦 那加那加那加 这一个围杀 哇 谁说弹总围杀差 哎哎哎 哎 弹总围杀还真的是 差点意思这一步 好 差一点围杀成功啊 但这丝毫不影响啊 这个弹总的操作 另外这边 肥龙啊 开始点这个兵营 只要对方的火枪出不来 那肥龙还是可以无法无天的 现在大法师身上有一个TP 还有一个鞋子 一个狼旗确实干不了多少事 好 另外一个狼旗冲过来了 这边分框 分框有一个商店 哎呦 人族二本已经升好了 开始造神秘圣地 这个兵营 两个飞龙输出确实有点太少了 这边一个火箱已经好了 二发血法师即将出来 同时前线造好了这个投石车 不得不说这一波 这一波的话 佛格斯打的还是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花里胡哨 从飞龙转T2再转狼旗 好 接上来 首先把这个火枪给干掉 人族一点都不花里胡哨 普世简单 直接顶对付的漫漫外A 好 大法师 大法师被对方给网着 会不会被击火掉 大法师还反身过来 想把 哦 直接把对方的飞龙给点掉了 果然啊 二级水元素还是爸爸 好 血法师走出祭坛 快一气能是不是升得抽篮 给大法师补点篮 二级水元素 二级水元素爸爸又可以无法无天了 好 现在直接顶着你的塔过来冲 那你这个这个投石车怎么办 投石车赶紧撤 哎 这个投石车有点有点膨胀了啊 对对擂对卤吗 好啊 满足你的要求 水元素直接把它A掉 那接下来 兽族大部队要往前冲了 现在人族确实兵不多啊 只有三个啊 四个步兵 加两英雄 加一个男物 哎 水元素有点猛 哦 这边血法师一技能 真的是虚无 可以的啊 看到你哪个单位输出高 直接给你来一个虚无 是吧 禁言处理 好 现在人族啊 被压迫了半天 但是二本兵还是慢慢憋出来了 两个男物 加上一个小炮啊 感觉越往下拖 对人族来说又有优势 有二本的科技 还有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双框啊 这样打下去的话 兽族留给兽族的时间 越来越少 这边还要强行造塔吗 前线已经扛不住了呀 好 狼奇血量非常的少 这边已经两个小炮了 还有造了一个绿皮 哇 这边直接把这个城防塔 都A掉了呀 福克斯表示非常的难受啊 我打得这么的高 为什么 还是没有把人族给压死 好 民兵全家暴动敲出来 直接把这些车子给A掉 福克斯打出了几节 我们恭喜弹总啊 弹总感觉遇到福克斯啊 心理上非常非常占优势啊 无论怎么劣势的局啊 都能搬回来 好 喜欢这一局比赛朋友 记得点一部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 绝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